仍旧延续这个习惯 原来这个契约当中一批为二 一波为二增压一分两半的 对不对 这个劝原来是一分两半的 我们上次看那个 实际上原来 原来这个契约从这里当中一波为二 这里一半 然后这里一半的 那么到了用纸张的时候 都两半没有 不用分开了 但是人就养成了个习惯 所有的合同都是一式两分的 所有的契约都是一式两分 一式两分的 然后拿两张纸 拿两张纸 写同样的内容 写同样的内容 然后这里是签索 然后把这个两张纸 按照当时的习惯 把它合在一起 在这个纸缝这个地方 拿毛笔 划上这么几兆 这个呢就叫合同 合同就这样 我们现在这个合同 合同就是指这个棋缝的制法 原来就是指这个棋缝制法 那到了后来 觉得这个写 觉得太麻烦 或者为了求吉利 所以后来又想出了一个办法 把两张拼在一起 然后在这里写 这个棋缝写上合同大值 把它合在一起 是一样原件的大值 什么叫大值 义务人履行义务 还债 付钱 干活 这叫合同大值 但是后来又懒了 这个总是越来越简单 后来又想出一个办法来 劳动人民呢 这个 后来又创造了一个汉子 这就是我们汉子里面 称之为叫合体字 把两个字写在一起 这就合同 这就合同 所以这个字呢 到后来保留下来 这个字保留下来 一直到清朝 清朝一般还是这样写 这个就叫合同 不但出去的学生 将来去做律师 或者做法官 这个可以脉龙一下 什么叫合同 一般人都搞不清楚 合同不就起约 起约就合同 因为我们现在法学 大百科全书上 就这样写 起约就是合同 合同就起约 但实际上合同 原来是指这种 一是两份的文件的 其凤记号 一是多份文件的 其凤记号 都叫合同 因为它是一个 其凤的记号 所以凡是一是多份 当初有起红记号 都叫合同 并不一定是起约 凡是你一是几份的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有这个起红记号 的都叫合同 它并不一定 仅仅只起约 比如我们历史上 最著名的包公系 包龙图断合同文书 包龙图自砍合同文书 这个合同文书 就不是起约 它是兄弟两个人 政府规定 兄弟两个人 必须要分家户口 叫分家检口 分户检口 中国股在发生 灾荒的情况下 经常这样 强迫老百姓出去逃荒 因为你留在这个地方 没有粮食吃药饿死 政府也没有能力 把粮食调进来 因为当时的运输费用非常贵 你把外面粮食调进来 这个费用实在太大了 所以中国一般采用的办法 是把快要饿死的人 把他赶出去 把这个发生灾荒地方的人口 往有余粮的地方赶 让他们到那边去讨饭 这个在中国古代 专门有一个名称 你们现在都不知道这个说法 中国古代专门有个名称 叫救食 把人家赶出去讨饭 那么这兄弟两个人 按照法律规定 必须分一个出去 国家代口 必须要分一家出去 那么兄弟两个人 因为父母死了不久 还没有分家 所以他们就立了个合同文书 上面写清楚 我们还没有分家 我们现在出去 按照政府规定 我们出去分户检口 将来如果弟弟在外面 回到 或者弟弟死在外面 或者弟弟的后代 回到家乡来 凭这个合同文书 再来分家产 就是这样讲 那么当然这个故事里面 就弟弟后来死在外面 弟弟的儿子 也就是留在家里老大的侄子 最后 过了十几年 回到家乡 找这个大伯要求分家 但是大伯觉得 他以为弟弟已经死掉了 所以他已经把财产都称了 现在看到这个侄子来要求分家产 要分一半 心里不高兴 然后就把这个侄子打了一顿 侄子手里那个合同文书 也被他没收了 他说你怎么是我侄子 我不认识 他说这里有合同文书 拿来给我看 拿来给我看 然后就不还了 然后把这个侄子痛打一顿 把他赶出去 这个侄子没有办法去找包工告状 包工采用的办法 就把这个侄子关在监狱里 然后派人去抓那个大伯 他说你们家昨天有一个流浪汉 到你们家讨饭 对不对 你把他打出去了 现在那个人死在那边 把这个大伯抓到那里 哦那个大伯急了 他说那个人不是流浪汉 他说你打死平民 要偿命 如果打死了 跟你有什么亲戚关系的 是你侄子之类 是你晚辈 你这个罪名可以很小 那个大伯说 哦他是我亲子 他说你怎么证明他是亲子 有合同文书为证 然后两本合同文书 两张纸都给包工看 包工一看 文书在这里 那侄子在那里 把那个侄子拉扯 使用一个诈数 破了这个案件 这个合同文书呢 合同为什么后来 那么为什么后来 我们现在用的是合同 我们不用契约 国民党时代 中华民国时代的这个 当时人之间 关于特定权利义务的文件 全部都叫契约 因为契约这个词呢 是日本人定义 原来中国古代 只叫契 或者叫劝 或者叫约 没有契约这个说法 日本人在近代 他们引进西方法律的时候 他们把两个汉字凑在一起 造成了这个固定的词子 叫契约 专门指当时人之间 有关特定权利义务事项的协定 这个叫契约 那么 所以契约这个词呢 实际上是近代 尽管它中国古代也用 但是连续成为一个固定的词子 也是近代的事情 合同呢 是中国古代 也并不仅仅是这种 当时人双方有关 特定权利义务事项的协定 这个呢 也不能讲 但是 中国古代 商业 商业交往 中国古代商业交往呢 一般都是使用这个 合同文书 就是这样 一试两份 然后当中加一个合同 一般的民事行为 买房买地 都是用的弃 如果是商业交往 都是用的合同 因为商业交往呢 它一般没有现金 中国古代这个商业交往 它是很少使用现金的 因为现金的运费很贵 中国古代的现金 铜钱 铜钱的这个单位价值 非常低 所以铜钱 它要 要很 铜钱要很 它一般不能 一个铜钱是没有用的 一个铜钱只能打一个酱油 这个还不是一瓶酱油 一个铜钱 它只能换一碟醋 或者一碟酱油 这一点点 这个购买率实在太低了 所以一般铜钱 都是以1000个为单位 1000个铜钱就要一贯 一贯就很重 一贯按照 如果这个铜钱 是唐朝的铜钱的话 所以一贯就要有4.5千克 就是4500克 每一个铜钱是4.5克 清朝的时候 它轻一点 清朝的时候 每一个铜钱是4克不到一点 就是3.5克左右 那一贯铜钱也要多少 一贯铜钱也要3.5公斤 3.5公斤是什么概念 这么长一串铜钱 你拎在手里 像这样的女同学 拎个三串就拎不动 但是你如果三串可以买 三串当然也很厉害了 三串一串可以 它这个一串铜钱 只相当于白银多少呢 只相当于白银一两 35克 也就是35克跟这个3500克之比 但中国古代铜钱用的 白银用的很少 它主要用铜钱 主要用铜钱 它这个明朝以前 我们主要用铜钱 用铜钱的话 这个铜钱搬用非常贵 因为我这个商业买卖 一般都是动辄都成千上万贯 成千上万贯 如果我把铜钱搬过去 比那个搬货物的价钱还要贵 所以我们商人想出个办法 就是采用 我们今天称之后叫信用的办法 或者叫交互计算的办法 双方两个人固定做买卖 固定做买卖 但是彼此的现金不支付 大家都记账 我给了你多少货物 我给你多少货 然后两个人的货 临行价值估算以后 你欠我多少 然后记个账就可以了 这个账本也是合同问题 然后年底接一次账 每年年底接一次账 你欠我多少 我欠你多少 彼此对冲了以后 余额由一方进行出质 这样可以减少这个铜钱的用逐量 但实际上因为商号 一年之间 一年的交易算是很短的 一般都会延续十几年 所以十几年里面都没有现金的 两个人都是把这个货物交来交去 交来交去 没有现金 照舒适的说法 商业买卖 他说利无现钱 就是习惯上是没有钱的 这个就是现 利无现钱 习惯上商业买卖是不用现金的 不用现金的 所以中国古代的合同是商人之间用 因为他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才来 最后来支付来退冲账目 最后来现金支付的 所以你这个账目必须 你这个账目跟这个方方的协定 必须要能够能够核对 确实是延见 不能发生争议的 所以商人都是用核对 民事都是用气或者用劝 商业的一般都是用合同 合同也就是合同气的意思 合同的契约 有这个合同记号的契约 一时两份一时多份 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跟大家讲一下 教材里没有提到 当然也关注一点 怎么来证明天 我因为有这种也可能看到 我因为在十二频道 中央十二台做一个 中国文学民族中的法文化 这里面提到金品梅 金品梅里面凡是西门庆做买卖 他这个商人做买卖 他根本签顶的就是合同 压一个合同 都叫压一个合同 但是他买房买地 买房买地 买丫鬟 或者卖丫鬟 这个时候立的文件就叫赤 而不叫合同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金品梅 在三一二派里面 凡是商业的 一般都是提到 都是合同 民事行为 一般都叫契约 那我们为什么 现在叫合同 为什么台湾叫契约 这个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 凡是敌人反对的 我们就要拥护 国民党用这个 我们就不用 1950年 我们公布了第一个合同条例 中国仿制品采购条例 从此以后 我们就叫合同 因为我们原来指的这个合同 就是指单位和单位之间 或者政府和制造商之间 这种大单的 也是商事行为的 这个叫延续中国民间传统 这个叫合同 这个合同一直到新铁 民间的这种交易 原来没有 没有这个法律效率 民间的交易 我们没有法律效率 我们在80年代公布的 第一个叫经济合同法 合同法这个合同 只是指单位和单位之间 商号和商号之间 也都是商事的权利用协定 这个民事的 当时这个法律是不管 所以合同原来就是指商事 那现在已经习惯了 我们民间两个人定位也叫合同 好了 把契约和合同讲清楚了 那么另外再稍微讲一下 就是这个签署的方式 因为这个契约的不典型 这个契约是手写的 这种情况很少 这个契约是手写的 然后后面写各自属名为姓 这个属名它也不是属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文件里面提到 这个人名字的时候 也由这个人自己写 所以我们这张文件的原件 它这个字机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这里提到自己名字的时候 他就属一个 就写一下自己的名字 这个合同是很少有的 这个合同很少有的 一般的合同都是由中立的人来写 中立的人写完以后 也不是各自属名为姓 而是画纸 我们等一会儿 让他讲到唐朝我就不讲了 一并结束 就是从东汉末年 一直到唐朝 整个唐朝到宋朝初年 这签署的都是采用画纸的办法 这个角度在第七章上面 等一会儿可以提到 这个叫画纸 这个画纸呢 也是从在器的边上 原来在竹目点边上 刻刻痕 遗留过来 原来是刻的 到了后来不高兴刻了 拿毛笔图三道 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也是一样 在这个写到你名字的地方 在合同里面 在这个契约上写到你名字的地方 一般的男人用一张 用一个左手 把一个左手的手指按在上面 然后呢 画出你指尖的位置 然后呢 画出你整个手指的长度 然后画出你当中两个指节的位置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看到没有 这女士 妇女呢 她因为她一般自己不捏笔的 所以妇女一般是由这个书气仁 把她的手指按在这里 那一般都是右手 拿她的右手按在这里 把她的右手按在这里 然后呢 由这个书气仁给她这里 划出她的指节位置 就是这样 更常见的 更常见的 实际上还不是这样 更常见的更简单的 就是拿一个手指 按在自己名字的边上 或者按在后面 画出指尖 画出指尖 指节 指节 就这样 然后这个人也是 指节 指节 就这么画三点 所以我们后来在整理这个 北朝文书的时候 我们现在关于三国两近南北朝 尤其是北朝到隋唐时间 期间 我们有很多的古文书出土 所以就是在新疆 阿斯塔纳墓群 新疆 这个吐鲁番盆地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叫阿斯塔纳墓群 那个古代藏墓群非常非常大 它这个墓大概有几千座 到现在还没有挖完 现在只挖到一千号还没有挖到 现在挖到五百多号 这个是由日本人首先发现 日本三十年代有个大股探险罪 它首先在吐鲁番发现了这个墓群 然后就在里面挖 因为这个新疆的特殊情况 当时写的那些纸张文件呢 都没有烂掉 新疆很干燥 吐鲁番非常干燥 所以它就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这些有很多纸张 日本人呢都拿走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这个检犯四九年以后 我们继续在那里挖 这个一个一个墓在挖掘 这个墓呢都是穷人的墓 没有什么很酷的呢 也都是一般平民 这里面可以反映当时这个墓葬的隧葬品 以及它的文书呢非常多 保留下来非常多 当然里面有很多文书 并不是还是保留成文书的形式 有的是已经被做成了鞋底 那鞋已经在这个鞋底里面 这个鞋底啊 那这个纸张折折折几层 然后做鞋底 给死人穿的 这个鞋 结果呢我们把这个鞋拆开 把这个鞋底拆开来 一个合同 一个器材 非常有意思 现在还在挖 还没有结束 这个是 你如果在新疆一般 吐鲁番呢 他会这也是做一个旅游景点 到那边什么都 人家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光秃出的一大块地方 然后到处都是挖的一塌糊涂 全是一堆堆土堆 大概有上千种 当然这还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古墓群 现在世界上发掘 世界考古界线的重点发掘的是在 就是海湾国家巴林 在巴林附近呢 有一个沙漠里面 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古墓群 那个墓规模非常大 他现在的墓大概 他的墓群墓 大概有几万多 现在已经发现的有五千多多 这个是四千年前 是四千年前的古墓群 在这里面出土的很多 出土的很多 这个随藏品都是印度 从印度过来 所以说明印度 古代就和 海湾国家这边 然后经过海湾国家中介 上波斯湾 然后进入到两河六亿 所以印度跟两河六亿 古代的这个商业交易 贸易是非常繁荣的 我们在图鲁番 我们把这些阿斯塔纳穆群出土的文书 我们统称为叫图鲁番出土文书 图鲁番出土文书里面 当时整理的时候 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以为是写的人 一个墨点 有个在上面 所以有很多都没写 都没有字 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签署方式 而且这种签署方式 到了唐朝变成法律确定 唐朝法律明文规定 所有的法律文件 比如说双方的这个特定权利义务事项 这种民事交易的协议 还有就是供词 你在法庭上的供词证词 这个证词给你记录的时候 你必须也要画词 画词是法律规定的一个签署方式 从北朝一直到谁 这个呢请大家 请大家呢 在我这里讲过以后 到了第七章我们就不讲 另外北朝另外出现一个问题呢 就叫贴 就这一段通点上面这一段呢 实际上它不叫贴卖 就叫贴 这里历来的标点标错了 这里应该叫贴 然后顿号卖 贴和卖两种情况 贴和卖两种情况 这个贴是怎么贴 一个人把土地转让给另外一个人 转让给另外一个人 经过一段时间 他可以占有 只要你转让了这个价金以后 只要一个人支付了价金以后 获得土地 这个获得土地以后呢 他就获得这个土地 全部的占有使用收益 然后经过一定时间 这个荒定的是七年 熟天为五年 经过这段时期以后 原来出浪人可以以原来收售的这个原价 把这个土地呢赎回 这个叫原钱还原地 出浪方以原来的价钱来赎回土地 它叫钱还地还 也就是中国最著名的一种不共产交易方式 点的来源 这个是贴 这不应该叫贴麦 原来这句都错了 因为我们都上这个档 上这个标点本通点的档 那个标点实际上错了 实际上它就叫贴 贴这个词呢 贴这个词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贴 贴等于贴 等于字 这个呢是同一词 都是一方向另一方 移交一个财产 然后获得一笔现金 从债权的角度讲 移交的这笔财产是这个债权的担保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治权 对不对 从物权的角度讲 这是一种预定了将来可以原价收回的一种买卖方式 也可以讲 所以这个是中国特色 其他地方不大有的 中国古代的这个非常流行 土地呢都不是自信卖 不是卖断的 都是先制 拿这个土地来换钱 拿这个土地来换钱 或者拿动产来换钱 都是一样子 都叫制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点微小的不同 就是贴合还不完全等于 所以要写一个约等于大概比较多 大概是约等于 就是制呢是一个统称 制是统称 所谓贴 如果讲这个是用贴的办法 一般来说这个贴呢 主要是指被贴的就是提交的那个财物本身 它有升值的可能性 或者那个财物可以带来收益 比如说土地 为什么要贴荒田是七年 贴熟地是五年 因为你还有两年要开荒 等你开了荒以后 你有了收益 然后同样是五年 熟田我马上有收益 所以这个里面实际上 从债权的角度讲 就是这个收益 把那个这笔价钱的利息 隐藏在里面 我向你提交一个 可以获得收益的财产 然后我将来用原钱 来赎回原物 看上去这个交易里面没有利息 它没有利息对不对 但实际上利息是被贴的 这个不动产的收益来解决了 所以这个贴呢 一般来说它是指 一般来说贴的这个财产 它是特定的 一般的就是土地 土地 我现在还没有发现房子 我现在还没有发现房屋 一般都是土地 因为三国两千南北朝时期的 这个历史文献不多 还有一个 人生 有很多人生 也可以以贴的方式 我还不起钱 然后就我的一个兄弟 然后到你们家干活 这个也叫贴 这个也叫贴 这里面最著名的案子 是南朝这个案子 就是儿子欠了债 然后母亲 为这个儿子去还债 以身贴钱 就是拿自己去借了一笔钱 交给儿子 然后自己寄到债钱人家里去干活 用劳益来抵偿那个债务 结果呢 这个儿子就被控不孝 有人就认为这个儿子不孝 要判死刑 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 非常麻烦的案件 因为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 这个行为为违法 然后一个法官叫南朝最著名的法官 叫何成天 他呢对这个案子有一个 有一个说法 他认为像这种情况下 这个是母亲自愿的 而且儿子都不知道 儿子都不知道母亲为他去借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认为这个儿子 没有犯不孝 所以最后把这个案子呢 解决了 这是以不出死刑而解决 但是这个人生呢 必须是指平民 如果我是提交一个奴币 提交一个奴币 给这个债券呢 作为债务指压的 这就跟一般动产一样了 这个就不能叫贴 这个时候呢就是智 智呢就是指 所有的动产 包括奴币 包括奴币马牛之类的 这个呢也叫智 只有是贴的 提供的这个人质 是平民的情况下 这个呢才叫贴 这个呢是指 如果奴币过去 就叫智 因为奴币劳动是不能算钱的 奴币劳动不能算钱 反而倒过来还要算这个 还要算这个伙食费 就像这个马牛要扣除那个赐料费 这是南朝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 两个官员之间闹矛盾 就一个官员呢 原来两个人蛮要好 一个官员向另一个官员借钱 借了钱以后呢 就用了两个 丫鬟 用了两个币啊 就是到贷权人家里呢 去自债 想清楚是质 结果呢 这个贷权人呢 也很不像话 把那个契约改一改 把契约上的质呢 改成了卖 然后就这两个丫鬟就不还了 这个官员要去把这两个丫鬟赎回来的时候呢 这就不还了 他说这个明明是你卖给我的 什么时候是质给我 然后两个人就为此打官司 被认为是南朝这个 因为南朝这些官员都是士族嘛 士族都是讲鲁家 他说你这个名教败类 他说你这个 这样精精计较于利益 他说哪里有鲁家的风位在里面 两个人大潮 这是南朝的一个政治效法 这个呢 所以贴这个字呢 在南北朝的时候 南北双方都是一样的 就这个贴呢 带有质押财产的意思 这个对于后来来说呢 这个影响非常大 到了后来就叫点 到了后来就叫点 这动产质押呢 在南北朝时期非常非常流行 这个是从开始出现了经营性的 经营性的这个 专门经营的这个机构 我们今天叫当铺 这个当铺在当时呢 就叫智库 这个就叫智库 从哪里开始的 从佛教开始的 佛教的寺院 因为佛教的寺院呢 大家都不敢侵犯 非常安全 然后佛教的寺院呢 他也需要钱 佛教需要钱 除了这个 性男善女的捐献以外 佛教还需要 这个性男善女 捐献了很多东西 他也用不了 善男性语 加了很多 没事没事 交了很多财物以后呢 这个 佛教寺院 集中了这些财物以后呢 他怎么让这些财物来 再来胜利是 他们想出来的办法 就是放贷 这是佛教允许的 佛教在传入中国的时候 在印度就这样做 所以传入中国以后呢 中国也这样 中国的佛教也这样 把这个财产集中起来 把别人捐献给他们的财产 他们还用不了的那些财产 再放贷出去 放贷出去以后 赚利息 然后再归还财产 这个 称之为叫藏身库 这是佛教在当时 主要的一种经营方式 到了北朝就不像话了 北朝到了后来 就变成摊派 政府专门摊派一批老百姓 给佛教寺院 这些农民呢 就是为佛教寺院劳动了 然后佛教寺院呢 每年春天 春荒的时候 让他们呢 佛教寺院给他们粮食 然后到了秋收的时候 加倍偿还 这是专门叫增子树 是一个大规模的一种民间放贷 以后的典当铺呢 就是从佛教寺院开始 这是佛教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因为世界上其他宗教 世界上其他宗教呢 一般都是反对利息的 反对放债 基督教 伊斯兰教都是这样 他基督教跟伊斯兰教 在历史上都是 严格禁止放贷 取息的 借钱不能收利息 超过本钱的索取 都认为是一项罪恶 就是你将来要下地狱 但是佛教不是这样 佛教他很主张这样 从那个印度开始就这样 下面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司法制度 在这一段时期 三国两军南北套时期 发生了几个重大的变化 就是第一个出现了绿博士这个关系 朝魏的时候 有一个叫魏齐的官员 向曹操建议 他说向那个魏文蒂朝匹建议 他说这个法律是最重要的 是人的生命都悬在上面 但是从事法律职务的人 都认为这个法律 律学属于很卑微的东西 他说这个是不正常的 他建议在朝廷里面设立律学博士 这个律学博士呢 然后专门来教授法律 结果朝魏政权的 汽取了他的建议 但是呢是变通的 他的建议原来叫这个律博士呢 叫律学博士 就跟中央设立的那些经学博士 五经博士 比如说春秋博士 这个尚书的博士 这个李的博士 跟那些博士呢是并列的 那些博士都是只属于中央的 不属于任何机关 他们只属于中央 这个博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博士点 然后有一个导师放在那里 这个博士就是这个博士点导师 然后他可以招子弟 原来魏齐的建议呢 是要 这个律博士就要跟经学 律学要跟经学并列的意思 但是朝廷里面都是鲁家的 鲁家的那些大师 他们不同意把这个律学 上升到这么有地位的地方 所以后来就在这个庭位 机关里面设了这个律博士 来专门传授 专门来传授律学 这个就是地位太低了 他变成一个司法机关下属的一个部门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法官培训中心的 原来这也是打一个比方 原来他的建议是要在大学里 专门设立法学这个学科 而且要设博士点 现在变成法官培训中心 下面设一个 就是在法院里面设一个法官培训中心 专门对这个法官进行岗前培训 岗位培训 这个地位当然就 一个是发正式文凭的 一个是没有正式文凭的 这差别很大 这个也是 也是这个后来到了这个隋朝被取消 所以这段时期里面 这个律博士呢 也算是有了 但是呢地位跟原来设想的不一样 另外一个就是北齐呢 开始把这个庭位改称叫大理寺 寺呢不是庙的意思 寺在中国古代是机关的意思 机关的意思 寺庙和称 原来佛教的那个都不叫寺 到了后来呢 才叫用中国的一个称呼叫寺庙 寺原来就是机关的意思 这庭位呢是秦朝设立的官职 秦朝设立官职 那到了北朝的时候 南北朝的时候都崇尚鲁学 而认为这个秦国法家的东西都应该被破除 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庭位这个名称不好听 这个庭位这个名称呢 确实有一点不伦不乐 因为在中国官职史上 魏这个词都是指军官 他原来都是指军官 太魏是指军委主席 就是国防部长 当然比国防部长地位要高很多 就是跟总理平级的 我们现在称之为叫军委主席 就是全国军队的统帅 然后中卫 中卫呢原来是指首都军区司令员 魏魏 魏魏原来就是指警卫朝廷 警戒公平的那个 我们叫中央警卫部队的指挥官 叫魏魏 所以魏啊原来都是指军官 然后军队里面有都卫 一个都卫就是 然后都卫下面有教卫 所以魏原来都是军官的称呼 当然也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我们现在魏变成低级军官的称呼 这个中国古代的魏呢是高级军官 然后魏下面是将军 将军是什么呢 将军将军将在当时是个动词 不是官衔 将军的领导带一支军队 就是我们现在讲司令员 这个司令员可大可小 可大可小这个司令员 就是你带一支部队过去 这个部队归你指挥 我们现在指挥官好了 某一支部队的 某一个特遣队的一个指挥官 都叫将军 到了后来这个将军将军 待的时间长了 就叫大将军 大将军 所以后来将军才比魏大 在这之前呢 一直是魏比将军的 因为到了东汉 太魏就改成叫大将军 所以大理呢 是大理是大理 是西州的称呼 西州的称呼 周理里面 他呢讲的应该是叫大理 司法机关 原来叫司寇 但是呢 在很多国家都叫大理 春秋的时候 很多国家都叫大理 他们认为西州也叫大理 所以后来 北七呢 就把它改成大理 是从此以后 就是中国的最高司法机关 就一直叫大理 是再也没有改过 没有改回去叫廷位 因为廷位这个名称 本身已经 魏本身已经都变成军官了 另外一个就是上书台 上书台呢 是中国古代皇帝的一个决策班子 原来叫上书台 后来叫上书审 这个里面逐步逐步 权力越来越扩大 那逐步逐步在这里面 设立了专门的掌管 针对这个司法机关的这些部门 这些部门叫三公渡 二千世淡朝 到了后来就叫三公朝 二千世淡 这个名称变化很大 反正就是在中央的决策部门里面 也开始出现了一个 专门管司法的一个机构 来跟这个 把这个大理事的权力 审判权力给他分权分掉 在三国两间南北朝时期呢 有几个诉讼审判制度 对后来中国发生重大影响 一个就是死刑咒报制度 全国所有的死刑案件 都必须要经过中央复权 这个在当时实际上 只是建立在纸面上 还没有实际执行 但是对中国以后影响非常非常大 以后中国一般死刑 都要经过中央复合 都要经过朝廷复合 地方没有执行死刑的权 最终的死刑 执行令必须由中央来发出 这个是在三国两间南北朝时间实现的 第二个查求制度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上次讲的那个汉朝也有 另外一个行训制度呢 开始规范化 就是大部分采用边打跟罚站的 我们叫策立或者叫立策 叫财上一策 就是他叫这个对方的站在一个土垛上 这个土垛是圆的 然后呢只能勉勉强强放两只脚在上面 能站在上面够稳的 先把你打 打完以后让你站 一天的站七克钟 七克钟呢就一次站七克钟 一天站两次 七克钟当时是一天是一百克 一天一百克 所以大概跟现在一个半小时差不多 先把你打一顿 打完以后让你带上戒指 站在这个上面 然后这个站两次 上午站一次晚上站一次 你如果能够站下来的 不承认犯罪的 这个就像你没有犯罪 随着骨头硬 随着这个脚筋好 就可以免罪 这也不是很科学 但这个主要是 他的立法的触发点是为了限制行军 这另外一个就是对后世 这个对后世影响不大 这个对后世影响不大 这个对后世影响非常非常大 就是建立登温古枝树之类 我们上次讲 纯玉庭怎么会把这个申树树 递交给汉文帝人 这是个历史之谜 我们现在搞不清楚 但是在这里 西境建立了这个登文古制度 专门就是提供给 像纯玉庭这样的人 你要向皇帝进行直述的 中央的专门设一个古 叫登文古 登就是立刻的意思 文就是文咒的意思 文咒就向皇帝报告 立刻向皇帝报告 你那个古一敲 立刻又向皇帝报告 我们中国向中央上访的制度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正式建立 这是西境建立的 是司马园建立的 是实际上的 本人就是阅下来的